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利用SaaS来编写这个高质量CSS系列教程 好,这节课呢我们来到这节课的整个系列的第八讲 这节课我们主要讲什么呢 上一节课呢我们主要讲的是这个基础里面的一个语法的一个数据 一些嵌套继承和占物选择器之类的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主要是把这个基础讲完了 我们来稍微深入一点 这个地方呢就涉及到数据类型还有这个变量的一个操作 然后第三个呢是mission 然后最后呢是一个客户任务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主要内容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数据类型 SaaS呢它作为一个预处理器 它类似于变成语言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数据类型的一个支持的话是非常强大的 它有哪些类型呢 这个呢其实它和这个js的话是有点类似的 它有数字类型然后字符串 然后有list,map,还有颜色,wall类型和这个now这几个类型 那么这几个类型有什么区别呢 怎么用呢我们来简单做一下示范 哦,我们得把这个拖过来 好,在这呢我已经建好unit8这样一个目录 然后呢我也把这个监视给开起来了 好,这样呢我们就直接开始 好,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数字类型是哪些属哪些属于数字类型呢 我们就取名为n1,1.2 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数字类型 n2,整数,比如说12,n3,14,px 这些其实它都是一个数据类型,数字类型 它呢不包含这个单位 就说但这个em和px这种这种样子的一个数据数字的话 它也属于数据这个数字类型的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数字类型 怎么用呢 好,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fontsize 直接使用n3 当然我们这儿可以看到效果的 好,14,px 因为没报错 所以说我们这个数据类型是正确的 这一块呢是我们的一个数字类型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的一个字不串类型有哪些呢 又该怎么去定义呢 好,字不串我们就用s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我们定义一个id或者是我们的一个class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class为例吧 我们就用container 那么它呢是属于一个字不串的 s2 那如果说我把它带上单一号呢 或者说我给它带上双一号 好,也来简单用一下 还记得我们变量的一个用法吧 对于一个变量来做这个选择器的话 我们需要使用这个锦号 档号把它包裹起来 好,这个呢也就复习了一个上一节课的一个内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设置一个 好,看一下 container font size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字不串类型的一个写法 一个声明 好,除了这两个最基本的类型之外 还有什么呢 我们先来讲后面这几个 颜色 布和这个 now 对布类型就很简单 因为它只有两个值 促或者force 所以呢 我们就 比如说bt 或者叫bf force 只要两个值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货类型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类型叫 now 空 这个呢其实 基本是很少用到的 我们可以在这个判断的时候用一下 比如说 warning warning now 对 now 这样呢用到了我们后面的一些知识 我们暂时先不管它 我们直接先写这样一个示例就好了 看一下 counter 对 red 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用一下 其他的时候一般是不会用这个now的 这个 除了force的话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这三个类型是基本上不容易在这个css里面去遇到的 好 还有一个就是conor 还conor怎么用呢 对于颜色的话那也就有几个做法了 好 比如说我们颜色叫c1 那这个颜色怎么可以设置呢 可以用我们具体的一个颜色的值 这样的一个写法的话它比较像我们的这个字字串 它实际上它是颜色 好 比如说c2 这个实际地方的话我们可以用标准的这样一个 rgba这样一个颜色 这个16进制的颜色 ff f f 这种颜色的 好 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的一个rgba这样的一个颜色 好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颜色 怎么用呢 同样的colour 比如说c3 看一下 两个body的这样一个colour也已经生成好了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类型里面 的这个sus里面的这几种数据类型 真正用的多的是什么呢 真正用的多的话是这个list和map 这两个数据类型呢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中已经说到过了 这个你利用nth和mapget这两种方式去拿这个value的这样 这两种数据类型 好 这呢我们就不再细说这个list和map 除了数据类型的话 我们每个每一个不同的类型它有许多可以执行的一个操作 好 那这个地方呢有一些详细的列表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打开浏览器看一下 数字到底有哪些操作呢 好 它呢里面有什么呢 有一个 这种不好读 percentage 这个 它呢是什么呢 把这个不带单位的这个数呢 转化成一个百分比 然后这个round呢它是将这个值呢四手五入 这里面它基本上每一个函数的话它下面都有这样一个注解 是这样一个解释 怎么用的话根据它的这样一个说明去用就OK了 那么这个呢是数字所支持的 然后接下来是list 然后map 好 这些呢都是我们这个sus里面它的类质的这样一些函数 具体怎么用呢 我们这儿 由于讲语法的话它就不再细说了 这个后面我们真正做项目的时候我们再去 用的时候再去解释一下它到底应该怎么去用 这儿其实都有很详细的一个说明的 好 这四个都一样 好 这个就是点呢只需要我们掌握什么东西呢 只要我们掌握sus里面有这几种数据类型 然后它们有各自的一些方法 函数调用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知识点 变量的一个操作 好 变量操作什么操作呢 有一个等号和不等号 这个呢是判断的一个运算符 判断相等或者不等 那这两个呢是所有的这样一个数据类型都是支持的 那么接下来是这个大于小于还有大于等于和小于等于这几个操作符 它呢是仅仅支持这个数字类型的 因为字符串的话是没有反没办法比较这样一个大小的 除了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四则运算 这个呢和其他的一个编程语言是比较类似的 它可以进行这样一个 我进行这个四则运算 就是说加减刑除都是可以的 这我们就演示一下我们的一个加减刑除这样一个做法 好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定一个 那wides1 10px wides2 15px 那这个时候我要设置一个span的一个wides 它呢就是我们的一个wides1 然后呢加wides2 好 我们看一下结果25加起来了 这样呢我有一个建议就是说 在使用这个运算符的时候 我们最好是和它前后的这样一些变量之类的东西 用空格来隔开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们来看减号 如果我们不隔开 它会有一个什么效果 看一下 找不到这样一个变量 也就是说它把我们这个 这个减号和前面这个变量合在一起 当成了一个新的一个变量 实际上这个变量我们又没定义 所以它就会报这样一个找不到的一个错误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只需要 用空格来隔开一下 好 现在呢我们这个一个结果就已经出来了 好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 加法 加法减法需要注意的地方 另外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连字符 如果我们要在A.hoved的时候 我们要设置它的一个鼠标样式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用这个 这个呢是我们标准的 哦 我们不应该在这儿写 应该在这边来写 看一下 是我们标准的这样一个 做法 那如果我们想把这个做成变量 或者说其他方式 我们用一个加号来连接 有什么效果呢 看一下 同样的 所以呢它这样的话有一个 有一定的一些规则 另外 另外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设置它的这样一个content 这个content在哪设置呢 我们就使用一下 before 这种选择器 好 content 我们设置一下它的内容 这个内容的话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双引号 然后呢 来再加一个 字符串 好 这个时候看一下结果 ABC 那实际上 那我们再换一下 我们再复制一份出来 重新我们把这个A 变成 变一下 BC 用单引号 注意看啦 第一个呢 我们生成的一个结构呢 是双引号 扩起来的一个ABC 然后在第二个里面呢 是没有双引号的 那这个时候 是什么原理呢 就是说 这里面是一个SARS的一个规则 当第一个变 当第一个这个运算 呃 操作数的话 是这个有双引号的话 它就会把结果 单上双引号 或者单引号 如果第一个呢 是没有的 那么它们 它们的一个结果的话 就会去掉 这样一个引号 所以这个呢 是它的一个 嗯 约定 也是它的一个规则 我们再来看一个 我们再来看一个 比较有趣的一个写法 比如说我这儿设置判定 3PX加4PX 然后呢 还有一个自动 大家想一想 这种情况下 会出现一个什么结果呢 会不会是我们 会不会是3PX加4PX 然后 然后 凹凸 连在一起呢 看一下 结果是前面两个组合来相加了 然后 后面那个没变 那这个地方 有什么 就涉及到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涉及到运算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以这个空格来作为分割 所以它只关注它自己的这样两个操作数 然后它第三个的话 或者更多的 它是不会去管的 所以它只关心这两个的一个组合 这就是为什么结果为7PX 然后O2的一个原因 好 接下来再来看一个规则 比如说 我们想在这个 它的一个content 它是一个字符串 它一个content 它就是说 Hello SUSE 那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我要像在里面做运算一个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用 这种方式来 使用 比如说这里我要用一个变量 点一个版本 好 3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可以 使用这种做法 看一下 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在这个字符串里面 使用我们的这样一个变量 就需要用锦号 大括号来包裹 如果不这样用的话 会出现什么效果呢 看一下 好 它是原封不动的把我们的这样一个 这个表达式给输出来了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 又是一个规则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 最后这样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规则 这个呢 是SUS里面的一个处法 它有什么 哪些规则呢 比如说 我们的一个font 它是 20px 除以 和这个- 10px 看一下 由于这个呢 它就是一个标准的 这个CSS 所以它是不会去运算的 这是第一个不会运算 那如果 我想 在这儿定一个变量 或者说我要使用变量的时候 怎么办呢 看一下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变量 叫Wides2 好 它呢 我们来除以2 这个时候的结果是什么呢 7.5 我看一下 Wides2 15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使用变量的话 它是又实施了这样一个运算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Wides 这个时候呢 我们使用下这个函数 好 好 同样的 我们使用 Wides2 正好 除2 看一下这种情况 会产生什么效果 好 注意了 这个效果呢 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 好 看一下 保存一下 好 这样子的 它就是会同样的 给我们算成了这样一个 7.5 出来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 我们再来看一个 高度的 100px除2 那这个效果是什么呢 原封不动作出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既没有变量 而又是支付串 这个100px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想用的话 想要它执行成50的话 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给它用括号 扩起来 这样子的话就是说 我们这个是表达式 那你帮我运算一下 好看一下结果 就出来了 好这些呢就是我们这个除法 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当然不仅仅是除法 其他运算符也有同样的一个规则 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这几个规则 我们有一些注意事项 好第一个呢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运算符之间 最好是用空格隔开 这样呢防止我们这个 有横线的 有这个减号的时候 把它当成一个变量去做了 当然这儿就需要隔开一下 这种做法 第二个呢就是说 我们要注意这样一个运算单位 如果我们这两个运算单位是不一 不一致的话 它是无法计算的 好比如说这个样子 两个单位不一致 看一下它就会直接会报错 好当然我们这个有一个不在单位 那么它就会以有单位的这个为准 比如说100px除2 那么它会生成 这一个50px 那么我们100除以2px的话 它同样的也是会生成50px的 看一下 好这儿需要注意一下 这个规则呢对除法是无效的 除法的话是两方必须单位相同 那么这个时候结构呢 结构呢是无单位的 如果一方有单位 一方没单位的话会报错 这个时候就是必须要求我们前面这个有单位 后面这个没单位 这样子的话才能够真正的一个进行一个运算 好这个是除法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关于运算的一些内容 好我们只需要这个变量操作我们只需要什么呢 记住我们有这些运算服务 然后它的一个运算规则就好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知识点 那就是missing 这个什么东西呢 好可以理解为它就是以来定义这样一个片段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它的一个简单的一个 哦这里不是扩展啊 简单实例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实例 什么样子的 这我们来新建一个 好 怎么用呢 以我们的这样一个ifor打头 然后呢 missing 关键字 好 接着呢是它的这样一个片段的一个名字 比如说叫什么呢 content 这个地方我们就用 count 好 然后里面呢我们来这一个 东西 好 那这个时候我如果我们要用一个怎么用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的一个include 然后呢 count 好看一下 这样子的话就把我们这个missing里面的这个内容就 拿过来生成了 好 这个呢就是missing最基本的一个用法 当然 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 它和这个extend 也就没什么区别了 我们可以干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它更加的一个强一点 我们可以设置它的这样一个参数 好 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地方用 它的一个参数来做 好 这样我们看一下 是red 因为是 因为是有默认值 所以它的默认值有 直接就用了 那如果我们要想传参数怎么办呢 比如说我们这传 三个f 三个f 看一下 这样子的话就比较有灵活性 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一些参数 来 来这个格式化我们的这样一个片段 然后再来使用 好 这个是参数 好 那如果是多个参数应该怎么办呢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颜色 是red 然后我们有一个fontsize 14px 好 看一下 哦 印字没用 fontsize 好 注意了 看一下是生成了的 那如果我们 先传这个14px呢 注意了 那么就乱了 它会把我们这个顺序呢 当成我们的这个red color这个变量 所以呢这个传递的一个参数的话 必须和它这个参数的顺序是一致的 那如果我们想我们不想这个一致又怎么去做呢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采用这个 建置对的这样就是mamp的这样一种方式 比如说我们可以直接 传一个fontsize 18px 只有采用这种方式的话我们可以才能把这个指定的一个参数传递过去 好 这个呢是参数的一个传递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一点 多值参数 好 比如我们的 我们来写一个这样一个 mission 好 这个呢 这个呢 我们就需要传一个什么呢 margin 是 这个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多值参数的 我们先来写一个mission 好 这个mission呢叫什么呢 好 这个呢 是我们一个 css3的一个shadow 怎么去写呢 这里面主要是做什么操纵呢 主要是来实现这个浏览器兼容性的一个做法 这个呢是火湖的一个处理 Webcate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Webcate核心的这样内核的一个处理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标准的这个CSS3属性的 好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要用的话 我们就需要怎么用呢 Shadows 看一下 我们需要Include 然后呢 来使用我们shed这个missing 然后里面会传一些东西 0px 4px 再次px 颜色 接着呢我们是第二个 再来一个颜色 随便写一个好就这样我们看这个时候生存出现什么问题呢 出现了这样一个 非法的这样一个东西 哦这有两个 注意了 大家看 他说我们这个missing呢它有一个参数但是我们提供了两个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实际上这个它是整体作为一个参数作为来传递的 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在这个 定义missing的时候 在这个变量的上面后面加三个点 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的话就说表示这个参数呢 它是可能还有多条属性的 所以就不要拘负我们这个逗号了 那这样的话它就整个一下 组合起来 传递点 传递到我们这个内部去了 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多指参数的一个传递 好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传递内容 这个又是怎么个意思呢 好 这功能 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而且非常实用 实用在哪个地方呢 现在我们不是非常流行的这个响应是布局 那么就需要 使用media query来执行这样一个不同的一个样式 那么这个时候 利用这个传递内容的话就非常容易实现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简单的一个demo 好 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missing style for iphone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先把我们的这个标准的这个media 先给用上去 Screen 然后它呢 最小的这样一个设备的宽度 是我们的这个320 然后呢 我们再来一个 它的最大的宽度呢 宽度呢 是568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填这个内容呢 好 这我们很简单 我们直接用这样整个用一个content 来完成就好了 那这个样子呢就是我们一个 针对iphone的这样一个media query 好 怎么去用呢 我们就直接在外部使用 include include play style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在这个内部来填我们的内容了 这里面的内容的话 它就刚好就会放在这个里面去 这样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我们的一个正常的内容和这个 针对这个iPhone特出的定制的一个内容都配放在一起 这样的话以后维护的设施相当容易看的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随时在这个media query里面去写内容 不像我们以往的话 我们就需要专门切换到这样一个media query里面去 然后再来这样一个填写内容 好 我们这把它补全一下 Funtisize 这里面Funtisize是小一点 好 注意看生成的一个结果 Include 单词别写错了 好 media query only screen 所以说放这样子 好 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能 我们在后面的这样一个具体的一个项目中的话 会大量的用到这种做法 好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 这节课的三个 三个大的知识点 好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客户任务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是定义一组变量 然后把这几个数据类型都用上去 第二个呢就是说利用这些变量来进行一些简单的一个运算 第三个呢是实现一个简单的media query mission 这个呢我们在刚刚的已经演示过了 当然你可以实现针对其他一些屏幕的一些 quare medium这个mission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些内容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再见